老天爷,你也太会捉弄人了 如果真是让我和男人结婚 面都没见,直接洞房了就 你说万一不是我终于 就算洞房了我也回不去 那可扎着了 来了 妈呀,那套星星来了 停停停 事情是这样的 我叫苏浅浅 差一个月三十岁了 这是我被老母亲抓来相亲的第九十九次 做为米其林三星餐厅的顶级厨师 我认为选男人就跟做菜一样 一定要精挑细选,气息雕中 给我往四里拿 喂,妈 把花拿在手上 待会儿看到那玫瑰花的弹声 就是你相亲的灯像 今天这个弹的就是拜承了 你都要给我好好的聊聊 知道了,妈 喂,锁大叔 苏浅浅,你给我站住 送你来 苏浅浅 浅浅 妈的时间不多了 妈,你说什么 你别吓我 妈,我逼着你相亲 就是因为妈的时间不多了 妈不能陪你那么久了 妈 你这输出去的地点哔子 我赶紧拿走的 你怎么做的啊 我怎么做的啊 咱们孙家不是还有一个鸭浑身的小姐吗 让她在我们家的那个浑身长满毛的将军 妈妈妈妈妈 小姐你醒了 你谁啊 去哪儿啊 我记得刚才我好像在马路上被车撞了 这怎么一点事没有呢 哦对了 你看见我妈了吗 小姐老夫人已经去世很久了 你不要吓我 你说什么 我妈死了 小姐你失忆了 你看这好面熟啊 你好像那个剧里的丫头 你叫盈盈 我是盈盈 不会吧 我怎么穿越到自己看的剧里了呀 我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死 小姐你脑子坏了吧 我不死我怎么回去啊 我 你呀 普通人哪有死的勇气啊 是不是要让我把这个人物偷关了 那我这个剧我还没看完呀 我怎么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而且我只是一个厨子 我 苏浅浅 妈 妈 你在哪儿呢 妈 你想回到现实世界 必须完成有限条件 你需要找到自己真正重要的同学 并已灵入人物 并已入人物洞窝之后 便可遇到现实世界 好尴尬啊 我把第一次留在这儿 你的期限 只有七七四十几日 晚不承认 便会灰飞烟烟 哎呀妈呀 你真是我的亲妈呀 真是我想现在回去 妈 妈 还在妈妈 你都吓死我了 小姐你能不能别再挺夫人了 我有点害怕了 你们家小姐 有没有男朋友 就是想好的 小姐你多久没见我男人 你多接受梦了 这小姐也挺惨的 那我必须得早点回去见我妈 这样明天一早咱俩就去找男人 小姐明天是女出战的 这么快 一点不费劲 明天就能弄房了 我想起来了 这小姐是替她那两个缺德的姐姐 嫁给长毛将军的 嫌疑敢这么骂我 小姐你忘了小姐被她听见了 怕什么 一副没素质的样子 大家闺秀 数你最秀 长着一张披了岔的蛇精脸 可天可地 可夫可子 你以为欺负人很好玩是吧 我告诉你 都是爹妈生的 没人惯着你 你竟然敢骂我 我只想骂人 不想骂你 什么意思啊 小姐她骂你不是人 打她 打她 我看谁敢 等一下 千万有不住啊 不敢了吧 不然得挨揍了 别打脸 我去啊 明天你就要出嫁了 做姐姐的 怎么了 给她好好送送你不是 想想以后都打不到你了 好难受呀 我她妈想干嘛呀 拿干水给我泼她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哇 你心不心疼病啊 将军终归还是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女人 你练着楚阳公 毛发长的异于常人 只有在大功告成之时 才能恢复正常 但今日是你的动物房之人 咱要不把毛刮一下 我为什么要做别人喜欢的样子 滚 好嘞 老天爷 你也太会捉弄人了 老天爷 如果真是让我和男人结婚 面都没见直接动房了就 你说万一不是我终于 就算动房了我也回不去啊 那可杂整啊 来了 妈呀 那头星星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来了 妈呀那头星星来了 来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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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我还是试试别的办法 为了早日看见我的两母亲 我出去了 起饭了就跟她睡了 我我真的真的挺注意她的 她在干嘛 本将军实话告诉你 若不是皇命难违 你也可以嫁进将军府 真是个自大男呀 既然嫁进了将军府 就要学会安分守紧 顶着将军府夫人的名画 好自为之吧 我被这星星掀起了 不说貌美如花 我也有九分姿色吧 不是要看你我这星星脑里 找得到你是什么 了吧 我去 这也太帅了吧 老天爷对我可真不薄啊 谁能达到我人生的颠分 还要感谢 不要凭着擦我 本将军才能提前审风大舟 今日就饶了你铺鞋 你需要找到什么 真正 叫你了 赶紧完成任务 让回家 多姿美男 也不枉我时光旅行之苦啊 又想干嘛 明早你就搬到别院去 我不想才看到你这张脸 他什么意思 按照现在的说法 就是我苏女神 被高富帅无情地抛弃了 看来这个任务很坚确 妈 你可一定要等我 我早知道就早找个男朋友 完成我妈的心愿了嘛 没事 以我的智慧 还有我的美貌 再加上我的厨艺 一定能拿下这张冰块链 以我多年的官聚经验来看 我这是被打入冷宫了 见不到冰块链 这怎么完成我的任务 将军说 夫人不要走出这个院子 小姐 你是不是昨晚没有把将军伺候好啊 我伺候你个大头鬼啊 我伺候 你看这儿 那不就是花园别墅吗 我跟你讲 从今年起 这儿就是咱们的根基地 小姐你说话我怎么听不太明白呢 你不会又被鬼上身了吧 我上你的身啊 我上神 你就跟着姐 看姐怎么带你密席吧 叫T二小姐睡个冰块脸 将军 老夫人要来了 要不要让夫人准备一下 这带人搞得我都想躺平了 那 静静静静静 绝不能因为这些物质而走向我 罢 老夫人要来 就让我盛装相依 这冰块脸 不会是妈宝兰吧 不管了 转机来了 一定要拿下我这泡泡 睡个冰块脸 我才能回去呀 将军 夫人到 我倒要看看 现在冰块脸该怎么求 求你 要不是母亲大人 我都懒得看 我母亲来的这段时间 你做好自己的本分几个 将军所说的本分 是指什么 他不会动武力强迫我吧 我母亲在的时候 你要假装跟我很恩爱 让她放心 你真是霸道又自私 用姐的时候把姐搬出来 不用的时候就把姐撇一边 你把姐当什么呀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让姐在你妈面前装恩爱 除非你跪下求姐 我的天哪 大家可以回放一下 这萌萌的小小情 苏神 求你了 帮帮我 小男生 细声细语的声音 直入我的骨髓 难道 这就是恋爱触电般的感情 我给你当就送吧 求你了 这还差不多 姐考虑考虑吧 嗯 哪怕内心狂野如狼 也要表现得温顺如扬 不然 可能活不过这几了 好的 还有什么其他吩咐吗 还有 我母亲不在的时候 别让我看到了这张女 那您不看不就行了吗 吹死我了 怎么有这种人呢 这要放以前 我一个袋 我就扇过去了 干嘛给你能的 哎呦 啊 坦定 坦定 不生气 能命要紧 啊 不生气 哈哈 我一点都不生气 啊 哎呦 静瑶哥哥哥 秦若 以我多年的看剧经验 这是反忆出现了 真的是老残女貌 我性多用 妈呀 还给我增加任务难度呀 嗯 我婆婆呢 妈呀 还给我增加任务难度呀 嗯 我婆婆呢 哎呀 看看我这婆婆的气场 拿下她 怎能拿下妈宝门 参见母亲大人 好 浅浅拜见母亲大人 祝母亲大人身体健康 一番丰盛 合家欢乐 本来应该叫您一声婆婆的 可是婆婆二字 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喜爱 所以请您允许我叫您一声 母亲大人 好好好 你叫什么 我都爱听 真不愧是苏国公家的前进 知书达理 聪慧过人 母亲大人 您过奖了 能得到您的喜爱 浅浅觉得特别的荣幸 好好好 姐姐能嫁进我们将军府 那也是福源匪浅了 这就跟我告上了 这位姐姐好会说话呀 不知道怎么称呼 姐姐叫我静若就好 我和君瑶哥哥 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 原来是静若妹妹 扫扫我 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你可千万别见怪 我们家小姐可是当今皇后娘娘的亲侄女 哪是一般的礼物就能入演的 后台这么一物 忍不及忍不及 静若修得无礼 以后不可再说这些见外的话 是 母亲大人 您周车劳顿一定累了 我扶您先进去歇歇 好 君瑶哥 君瑶哥 你也过来 是 浅浅呀 这次我来呢 一时来看看你们 二来呢 是吗 君瑶 二来呀 我是想让你们 早日替我圆了这当祖母的 念想 母亲大人 男子汉大丈夫应当以天下为重 孩儿 还没有这方面的考量 浅浅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的丈夫要在马背上守天下 你就要趁这段时间好好地努力 争取早日还上我们楚家的灵儿 这婆婆深得我心 君瑶啊 要我说 这天下和生孩子并不违背 孩儿知道了 这段日子我会好好督促你们 母亲大人 为楚家生儿遇你 浅浅当仁不让 必定就更业就去 好好好 看得出为这事儿你们俩还挺努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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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爷母 您多吃点 这京城的烧鹅呀 全天下文明 我实在是吃不下去 浅浅 来 你替我多吃点 好 母亲为何如此刻意树立净若 母亲 我吃东西怎么行 子萱 去请大夫 是 不必了 这大夫来过 开过药 也没什么用处 母亲大人 您这没食欲 没胃口 应该是肠胃的消化系统 不好导致的 这个需要长期的膳食调理 我现在就下厨 问您做一个促进食欲的羹汤 哎 姐姐什么身份 怎么能亲自下厨呢 还是我明天进宫 请皇后娘娘下一旨 让两个御厨过来坐 不用了 妹妹 儿媳妇给婆婆做饭 天经地义呀 好好好 我们呀 先不说这个 我呢 路途遥远 也没能赶上 你们俩的婚事 倒不如 你们俩 再当着我的面 喝一次浇杯酒 酒当 我参加过你们的婚礼了 如何呀 好啊 浅浅都听母亲大人吩咐 好 来 怎么了这是 瞧瞧 他们小两口 还有放不开的时候 母亲大人既然发话了 自然不能让她失望 是 母亲大人 快点 别让母亲大人等起了 小男生 跟姐喝完这杯浇杯酒 咱就动房吧 姐终于得偿所愿了 你别认真真是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都怀疑你 算不算 任我要见 君尧啊 给浅浅夹菜啊 这孩子 自己的娘子 要自己懂得爱护才是 是 我亲大人 啊 张大人 啊 再大人 啊 啊 我说 三十年的玉米形象被你毁得面目全非 拉宝男跟你没完 我伯父为什么不想他跟白莲花来玩 那不正好吗 只要让老夫人喜欢你 那咱们以后的日子不是更幸福吗 你这脑袋瓜子就是太简单了 旁门自古多杀戮 那杀人都是不见醒到 跳得越欢 死得越快 小姐有这么夸张吗 你别吓唬我 这老夫人和白莲花的段位 那可比二婊子要高明多了 那杀人都属于无形的 盈盈 咱俩现在的处境很严峻 不过那个白莲花敢跟我抢男人 我那些工作局可不是白看 从目前的形势分析 只有调一好婆婆的胃 才能让这个妈宝男对我有种处做好感 战斗吧苏神 莫欣 她做了一碗奶油蘑菇汤 您可以尝尝 怕是要辜负你一片好心了 没事 您可以啊 先浅尝一下试试 我实在是没有胃口 醒醒 坐 看在你第一次为老生做饭的份上 那我 那就陪你个面子 我是苏神 岂非浪得虚明 还有吗 有 再来一碗 好 快去 去 给君鸟也尝一碗 去 不够 您慢些吃 要是不够的话 咱们都去做 凭什么衣服刚刚在上的不起 我要不是你的仆人 来 尝一口 张嘴呀 来 张嘴 你今天表现 挺不错的 还用你说 你似乎对我有什么不满 我可不敢 动两天 上钩的勤照 没有什么要求 尽管可以 我会紧张让他们满足 这段时间呢 有你照顾好吗 所以我不想欠你人情 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条件 不用 满足姐一个条件就够了 那 什么条件都可以 可以 咱们必须得合理 好 一言为定 机长没事 快点 快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下次别对我随意出手 你会受伤的 这个冰块里 明明就是故意的 不过被他抱着的瞬间 心里暖暖的 加油吧 宿舍 将军 夫人这些天 给老夫人做的菜疗 没有一道是同样的 这些菜更是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你说夫人不会真的是 出身下凡吧 你去查一下他的底细 夫人的底细 将军还不清楚吗 叫你去你就去 是 救药哥哥 静肉妹妹 你回来了 好久没见娘娘了 所以她离我在宫中 多待了两日 哥哥 你好像瘦了 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真是阴魂不散 你怎么了 静罗 生病了 大将军 我家小姐这几日 虽然在宫里 陪着往后娘娘 但大部分时间 都在为将军祈福呢 小姐身体本来就不好 这佛谦一跪 就是好几个时辰呢 一跪几个小时 还能站得如此挺吧 牛啊 静肉妹妹 对不起 我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 如果我早一点 静罗哥哥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过世儿时的几句戏言 哪能想到 你居然都记得 如果没有你儿时 及时出手相经 就没有现在的楚军阳 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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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罗 都怪我 静罗哥哥 你千万别自责 黄命难为 不过 静罗的俊耀哥哥的心 日月可见 这么直白的勾引我男人 谢死我了 我现在就去打断他 我有点太在意他了 静罗 静罗呀 牛母好 皇后娘娘可好啊 一切都好 姨母放心 那就好 姨母 您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是吗 这呀 多亏了我的好儿媳妇 浅浅 浅浅照顾我 照顾得好 你辛苦了 浅浅 我不辛苦 只要您身体健康就好 因为您呢 是这儿对我最好的人了 哟 瞧你说的 这不是 还有君尧吗 我们是一家人啊 君尧 是不是啊 母亲大人说的是 还好婆婆来得及时 看来这白莲花的腰 做不完了 姨母这么正的用 一定是这个苏家女狗的鬼 这大白莲 恨我的女王 十分的赤裸裸呀 王姓对她如此偏的 我应该是我很面对 小姐 你今晚怎么没陪将军啊 我可不想热脸去贴冷屁股 嗯 你闻闻 香不香 尝一个 小姐 有鬼啊 嗯 这世间竟有如此美味 我去 这铁寒寒是哪儿来的 你是谁啊 竟敢抢我们的鱼 你知道这位是谁吗 这可是大将军夫人 苏国公府的嫡女 嗯 楚大将军的夫人 但怎会住在这么偏僻的院子里呢 还没让你还我的烤鱼呢 好好说话 你还会做什么好吃的 你带什么来 我就能做什么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苏浅浅 做不出来的美食 本地 在下南宫号 苏浅浅 嗯 给 走了 明天我带材料来 这人穿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 没准以后 可以助攻我拿下冰块链 嗯 就一单面粉能做出什么美食来呀 真正的大厨 是有能化腐朽 为神奇的能力 巧了 我 就是这种大厨 认为米其林三下大厨 在这个时代 我称天下第二 绝对没人敢称天下第一 我 死 我 男人 犯 邪 女的 是 好香啊 夫人是不是在屋里 做什么好吃的了 饿了 走 去看看 这种美食 在我超绝不可能有 你哪儿学的 识不相玩 其实呢 我是除神转世 三殿下 你这 电 电 什么电 你不用电子 我又没坐在地上 三殿下 原来这铁憨憨 还是个皇子啊 我这手都脏了 我去洗个手 别多吃完了啊 那我喂你啊 为了激起你的战友欲 姐偶尔也要变通一下 这憨憨还挺配合 这都是你做的 这不是很明显吗 自立是将军府 别搞得乌烟瘴气的 记住你自己的生活 我拿一块给姜姐尝尝 哎 长得帅了不起 不过他刚才好像有点烦眼 来来来 快点快点 哎呦 大将军 孙殿下 南光昊 你就是 你难得在京都居住 我不得多花点时间来陪陪你吗 我们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 军瑶啊 楚军瑶 你这话可太伤我的心了 你刚成亲数日 怎么没多陪陪夫人 现在不就是你能我们的事 不喜欢啊 哎 要不这样 我向父方禀报 让他撤回圣旨 然后下旨 让他静若姑娘伤心 怎么样 是 啊 殿下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这事您应该最清楚 静若姑娘 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 陛下 会让皇后娘娘的人 和将军联姻吗 哎 哎 苏大神 这是怎么了 我这不是正想挖点野菜给你吃吗 哎呀 你就别在这跟我开玩笑了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你是吃货呀 就知道吃 恭喜啊 将军 您被骗婚了 原来夫人是苏家庶出的三小姐 前两位嫡小姐 不愿意嫁给将军 所以才让三小姐提下来 怎么了吗这是 你跟我说 谁欺负了你 我帮你摆平 楚军瑶啊 是啊 京中的贵女来 说将军 是个大猩猩 原来夫人 才是女中好奇 不畏体貌 伸入龙台 把将军 是让你去查这些 求求你了吗 我好不容易才让我的味蕾 找到初恋的感觉 初恋 这货 这货哪天爱得起 你不能让他原地失恋吧 盈盈说 夫人只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常饭菜 可现在简直派入两人 将军要是想退这婚 必定能成 那你换一个人 我绝对能摆平 苏家庶小姐 那不是大炮打蚊子吗 不敢算 行啊 我随便找几个人 敲他几个门罐不就行了吗 收了 想吃啥 此事不可到处宣扬 更不能让老夫人知道 是 子萱必定将 将军的一切命令 贯彻落实 并且 即刻执行 潘子萱 我发现你最近是不是受了什么 不良风气的影响 不不不 子萱并不是受夫人的影响 只是 夫人的为人主事 实属真诚 滚 好嘞 等等 以后不许是他做的饭子 更不能受他惠辱 快快点 香吧 太香了 这是我的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在这儿 我在哪儿 你是我的夫人 当然在应该在的地方 承认我是他夫人了 那请问将军大人 我应该在哪儿呢 俊阳 我们也不是外人了 你俩的关系 我知道 他居然把梅桐防止事情 告诉了蓝光浩 这个也没说了 你也没说不让说啊 你怎么能这么不注重自己的名称 我跟大将军的关系 说白了 无非就是 利益关系 好像也没什么紧要的吧 就是嘛 既然你们没什么关系的话 要不这样 你把它让给我 怎么样 调解随你开 这货不会来真的吧 只要你天天给我做饭 我妈你当神仙也要够钱 不可能 君瑶 你要是碍于皇命的话 那我向父皇请旨 让你和静若成婚 喂喂 你要不拦着 我就跟我闺女走了 喂喂 你要不拦着 我就跟我闺蜜走了 吓死我了 不然这戏 真没法演下去了 可问题是 你又不喜欢我 你一直在坚持什么呢 她不能跟你讲 为什么呀 她是我夫人 我说了不止救治 她得听我的 说吧 开个价多少 你给我死开 绝对不可 你死这道心 你俩都给我放开 我说一遍啊 我是我自己的 我又不是东西 楚俊阳 从小 你就牵我喜欢的男人 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人 他已经做出了明智的寻触 强扭的瓜不甜 你也给我走开 我再说清楚一点 我是我自己的 谁的都不是 你们 这是在做什么 姑母 母亲 母亲 浩浩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不是听说 姑母回来了吗 特地来看望一下姑母 看我 看我来这儿偏僻的别院 做什么呀 再说 你把我打出冷宫 这地儿不是都开了吗 我看你怎么跟母亲交的 怎么 这是 母亲是这样的 我做饭 喜欢找个清静的地儿 所以我就把厨房 放在后院了 原来是这样 你真是有心了 以后啊 做饭的事 就交给家人们去忙 你给我好好歇着 好歉 今天呀 我特意到庙里 去求了送子神仙汤 听说很灵验的 走 你们两个 跟我喝汤去 姑母 什么汤 我也想尝尝 这货是不是缺精氧了 这是人家两口子的私事 你瞎凑什么热闹 走 我们喝汤去 浅浅呀 你要理解我这颗 想当祖母的心呀 来来来 这个呀 就是送子神仙汤 这什么送子神仙汤 明显就是骗人的 这么难闻得起 一闻就想吐 灵快脸应该不会喝吧 还愣着干嘛 快趁热喝了呀 别喝啊 你喝了我怎么办啊 完了 你不过去了 太好了 浅浅 怎么不喝呀 马上就喝 快喝快喝 太好了 太好了 今天呀 王婶特意去请了大师 把你们这个婚房 调了调风水 这个床啊 就摆在这个送子之位 今晚 你们就睡在这张床上 我就可以抱孙子了 灵快脸 今晚你是走不过去咯 只有从来解这一条路了 全靠你们了 来来来 抓紧同房 看着 看着 盯着 盯着 头晕 全身还发热 老婆 婆婆不会给我们喝的是春药吧 机会来了 她要是在现的 定是霍国殃民的男神 姐姐吧 苏晴晴 属身如鱼三十年 看来就是为了等你了 别自作抱歉了 温将军是不会让你多长 到了老娘嘴里 还能让你飞来 苗汉最机会的 就是期待值过高 然后就容易换灯换书 得把她想象成 大怪升级积累经验 又有一种 自己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心态 问题来了 他不动你这么白 再等等 我亲 你为何要刻意树立净若 这男人 三七四妾 是很正常的 可是这净若 你碰不得 现在朝中 外戚当道 陛下 对皇后娘娘心生戒备 你若真娶了净若 那陛下 她一定会心生戒弟 唉 你想想 咱们楚家世代中良 保持这份清白 难能可贵呀 是要逼紧用墙 算了算了 孩子 苏浅浅 不仅够 越痴心忘形 还是个纯情小男生呢 让苏家姐姐 好好调教调教您 你轻点弄疼人家了 我怎么开脱玩笑也不行啊 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 快快快 扶我上去 我的药 我的药 都跟你说了 别对我随便动手 让你做了 是 哎呦 你想干嘛 哎呀我的用 不行不行快扶我躺下去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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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嘛 先点出你的穴道 你等你 那你脱衣服干嘛 相军有点瘦 那你脱我衣服干嘛 将军叛徒 丙快连 你温柔一点 这可是我的第一次 你想什么呢 只要我确实厉害 需要及时拍摄 你想哪去了 丙快连 不管你跟苏浅浅发不发生什么 他这一生的敏捷 都跟你紧紧相连了 是啊 他这辈子 是不可能再做他人负的 要不然 就发生点什么 我发现你这个女人的想法很危险 我只是活跃活跃气 不就是生孩子吗 一个大男人总梦无忌忌 我发现你心穿真的很危险 简直不是一个心穿人 扫尼 姐已经跳出散姐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了 你在圈内 我是独立在圈外的 你是我名义上的男人 我不顺你我顺谁啊 那他要我守活管啊 能不能正经一点 除非 你答应跟我动房 谢谢大家 我的意思是说 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可以试试配合你 包括当之限于山孩子 正经一点 这样 李一 虽然我明面上嫁给你 但是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我可不想做隆重趣 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做有辱门风之事 你把我苏浅浅想成什么了 我是那样的人吗 行行行 我答应你 第二 俗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等吧 我没钱 堂堂一个大将军这么空吗 讲第三个 第三 给了一个 正经一点 这就是第三个条件 快嘛 大男人不过妈妈的 我聊天 将军好棒啊 人家好喜欢 这个老夫人都抱上孙子孙女 附近加油 努力啊 不要停啊 老夫人 开战了 夫人她 声势浩荡 将军 故事威猛 隔壁几个院子的 都被惊动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没想到你一个规格女子 竟然懂这些乱七八糟的 你是不是 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我苏千千一向洁身自好 再说了 这世间哪有男子 那么容易入我的眼 今天我睡床 你打地铺 外面偷听的人又来了 大小雪 何事 我家小姐 晕倒了 你快去看一下吧 我最近是不是飘了 我忘了这个冰块脸 性情冷淡 今天是药力上头了 才给我好脸色 不过这白莲花 又在搞什么阴谋啊 不管了 我一起看看 请住 请住 找大夫了吗 大夫找过了 但是大夫也说不出来 是为什么 只是说我们家小姐 身体虚弱 有可能 是心急所致 心急 心急就是心脏病啊 还有可能是抑郁症 你还懂这个 懂 机会来了 让本大神施展最强的中医疗法 鸭脉听诊 天明天的大神施展最强的中医疗法 因为很好 辦大神施展最强的中医疗法 那肯定对象 大夫说的没错 确实是心急 我看医书上说 要用银针顺气 你还精通医力 略懂略懂 带我去拿银针 夫人 我们家小姐的身体将会 现可不乱时针啊 放心 你这筋道连行 将军 夫人不可 他妈让他乱扎小姐 就把心放过你吧 夫人 我们家小姐的身体将会 现可不乱时针啊 放心 我保证 筋道连行 将军 夫人不可 他妈让他乱扎小姐 就把心放过你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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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要怎么 俊鸟 你怎么了 俊鸟哥哥 我怎么了 俊鸟 我怎么在事 厉害 俊鸟 你生病了 对啊 金融妹妹 大夫说了 你得了心急 要蒸酒 我现在就给你试针 不劳烦姐姐了 我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穷若 你真的没事 金耀哥哥 我看到你 我的病就全好了 傻丫头 明天啊 我就找两个最出名的大夫 问你诊治 不用了 金耀哥哥 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大病 其实 我就是需要一些时间 好好休息一下 金耀哥哥 你不用太担心了 小姐 要不找个时间 让将军陪你去庙里祈福 求个平安吧 胡闹 金耀哥哥 君务繁重 他怎么有时间 陪我这些儿女情长呢 那就当我还到二十多恩情吧 没关系 最近正好无事 明天就陪你去庙里 好呀 都听就要哥哥的 真没事 嗯 没事 我和静若之间 也再无可能了 都不如趁明天这个机会 和他解释清楚 白莲花 我好好的洞房被你给毁了 这手跟你没完 晴晴晴 你醒了 宣伯 妈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妈 晴晴 你醒了就好 妈不能没有你 妈错了 不该比你相亲 其实你只要健健康康 平安安在妈妈身边就好了 妈咋也不陪你了 妈 是我 等我出院 我就找个人嫁了 然后一直陪在您身边 妈对不起 以前是我 太忽略你的感受了 我以为你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浅浅 今天是你搞错了 跟你相亲那个人 不是他 你的真命天子 叫楚君阳 楚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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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看来一定要搞定这个楚君阳 我才能早点回去见到我妈 我以为你能早点回去见到我妈妈 说明天子 我以为你来说明天子 唯中 这是你爱你 就是我爱你 为什么 我们都要 2 4 6 7 8 9 9 9 真的 我当时心中毫无波澜 那主婆二人断了实在太低了 一大早就以迂回的方式 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婆婆 所以现在 大将军跟静若小姐 一起去庙里了 是我表达的不够清楚吗 还需要你再提醒我一遍 真是没咽咪叫 大姐 我觉得 你在吃醋 那么明显 都写脸上来 不可能 算好算 昨天生那个面条书算得太早 要不再说一句 你记得帮我买个假胡子 今天我要用 小姐我还有事呢一会儿 有事儿 有什么事儿 好事儿 好事儿 爷 你来了 你俩 可以啊 我们先给你去买东西 小姐你不要太新款 等等 你们将军 真的没钱 他怎么可能有钱 他可算得上是 京城最穷的一品大官了 将军的俘虏和鸡血 全都拿来发放军饷了 还有那些战死的士兵 他都会发送很多的补贴 你们家将军 这么高尚 你别看将军平时冷冰冰的 其实他为真善良 而且真诚 所有的兵都服他 所以将军带的兵 才能占无数 看来我的赚钱计划得加快速度了 夫人 嗯 我觉得你和将军很配 加油 哎呀 别这么说嘛 虽然我也这么觉得 哎 你俩 哎 你俩 你真觉得他俩挺般配啊 我不要我觉得 我要他觉得 哦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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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有请 母亲大人 不用了不用了 快坐快坐 你辛苦了 母亲 我 都懂 我是过来人吗 你昨天晚上表现得太棒了 哪里哪里 我还需要跟母亲多多学习 哎呦 别别别 我倒是想啊 您儿子不配合 哎 还愣着干嘛 快上来呀 这是 这个呀 是跟神仙汤差不多的补品 这哪是补品啊 这是催情药呢 你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好好补一补 这个对他呀非常好的 母亲 要不然咱们等将军回来一起 一起喝 不用 他的另有准备 这是专门给你做的 啊 趁热喝了 你先 我刚吃完饭 要不这样 要不我等会房间喝吧 好好好 来快 千千千呀 嗯 这个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来 感谢你对我们家军瑶的包容 你昨天才和她 今天就和她 母亲 干嘛这么见外呀 要是金若妹妹能嫁进来呀 那我心里也欢喜啊 你看军瑶她那么喜欢 她喜欢 我就喜欢 你瞧瞧 真是我们处家的好玩媳妇 哎呦 我孙生在唐一炮男面前 真的是毫无抵抗力 千千呀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母亲 跟其他人比起来 那儿媳妇可是在享福呢 哈哈 这汤药还有没有 我还能喝 快快快快快 还有好几大锅 王婶 赶紧去哪啊 咱们夫人不得宠啊 将军一听那静若小姐生病 从船上连滚带爬的就往外跑 哎 夫人醋意大发 还去静若小姐那里闹了一番 还想用针扎静若小姐 像个泼妇似的 小点烧 老夫人 老夫人 谁像个泼妇 是 快说 到底谁想泼妇 快说 船都说是夫人 谁给你船的 是西元的小玉 去 把小玉给我带到前厅来 是 我今天就算一个一个盘问 不要抓出 到底是谁造谣生事 有些男人不容易拿下 得运回包抄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苏浅浅的商业王国 即将起航 你说咱们在家待着多好吃穿不愁的 为什么非要出去泡头露面 他楚军瑶把钱都提去给自己的布下了 我得多挣些钱帮他 谁让他是我男人 我突然好崇拜你啊 小姐 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你 黑马屁你都拍不好 我只能让有能力的人上位 长点心 公子 苏晨 等等我 老夫人息怒啊 这全是静若小姐的丫鬟传出来的 这完全就是对夫人的恶意重伤 看来真是静若之时 原本只是因为他身后的关系 才反对他和军阳在一起 若真让他嫁进楚家来 这往后也不得暗首 以后 若再有人在背后嚼舌根 必定加法处置 听懂了吗 是 来人啊 我苏通知大将军 赶往京郊练兵 不得有误 将军正陪着静若小姐 怕什么 本长公主 这就进宫向皇上请旨 是 好 静若哥哥 今天好热闹啊 你看这个 哥哥你看这个也挺好看的 走 该如何对静若说 我只能要做兄妹 静若 静若哥哥 静若 静若哥哥 我的脚好像扭到了 你没事吧 如果静若哥哥扶着我 那就没事了 这条街倒是挺繁华的 究竟应该不便宜 就是没有空店 苏公子啊 这条街啊 其实都不算最繁华的 比这繁华的还有四五条呢 要不我带您去其他地方 再考这考察呢 就是这花销 看不见我这段位啊 苏公子妖缠万贯 必须得往最好的地方挑 您请 这边 走吧 将军 皇上有旨 请将军速去金交练兵 不得有误 来 复着你先休息 来 静若 既然皇上有旨 你就好好照顾自己 改天我想跟你谈的 你安排两个人 送静若姑娘回府 是 静若小姐请捎带 末将去叫马车 小姐 静若是大将军 必当另行进士 这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 楚静若 你注定会是我的人 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整个京城的黄金店铺 由于店家想去南边养老 所以呢 就着急出手 您看看 多好啊 这家店我盘了 您礼杯请 老板 这位就是苏神苏公子 你确定要盘下这小店 没错啊 您开个价吧 一千两 一千两百亿 确实有点小鬼 但是对于本公子来说呢 那就是撒撒嘴啦 不是银子 是一千两黄金 黄金 黄金 为什么 你没看到我这缓解干费吗 你到底买不买 你要是不要啊 小老二就转给别人了 不是老板 你说你这店我不买 你也不卖 我一买就有别人要买 你这不套吗 绝对没有 好你个盲掌柜的 刚刚明明说九百两卖我 现在转身就要一千两卖给这位小公子 生意可不是这么做的 小老二就是想多留些养老钱 傅公子小老二在这给你赔不是了 你少来这套 我出一千一百两 这店面我包了 苏绅公子 你看你还要 老板 这就是你找的托儿啊 公子话不能这样说 这位傅公子是历布尚书傅大人的公子 怎么能是托儿呢 我去 官二大人 公子 要不咱换一下 换呀 肯定得换 我们换我们换 就你们这穷不垃圾的还想跟我斗 我告诉你今天这事不能就这么算 温柜 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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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你的脚扭伤了 不碍事吧 已经不碍事了 多谢姨母好意 那就好 你这丫鬟真是无用 连小姐的安危都保护不好 要你有何用 静若 若真有三长两短 你万死莫辞 老夫人恕罪 接牙知错了 知错就好 去 领石家棍吧 小姐 走啊 静若 倒是姨母有些越举了 你不会见外吧 怎么会呢 姨母也是好意 而且 静若这丫头 最近是有些疲烂了 姨母以后 不要再说这些见外的话了 那倒是 咱们的关系自然不能这么生分 但是 这相处之道 有礼有节 有主有赐 规矩就是规矩 就好像 这浅浅 她是咱们君瑶 名媒正娶的妻子 你说说 这些个下人 见弊 竟然敢在背后 嚼舌根子 你说 这样的事 该不该罚 还有这种事 那自然该罚 而且应该重罚 这样才能以证加法 说得对 下次 可不只是加法 这么简单的事 好了好了 不提这些晦气的事了 姨母叫你来 是让你尝尝 这新作的桂花糕 来 咱俩 唠唠家常 多谢姨母 快吃 这是浅浅亲手做的 很甜的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 不能就这么算 那 你想怎么样呢 看你这身打扮 也挺富贵的 咱要不这样 你们呢 赔偿我一千两黄金 你这外加上磕头 道歉 这位公子 你看 我要是有这么多钱 我何必跟老板 在那磨叽呢 你说是吧 要不然你就 高抬贵手 这事就这么 算了 这要是其他人 我也算了 关键是 你这个名字 让我很不说 名字 什么名字 苏神 苏菲 我宣布 我从今以后 我就叫 叫 叫小小苏 你看行吧 小小苏 好你个小王八蛋 敢戏耍小爷是吧 没有 来 给我张嘴 小小苏 你去打 打他 他那打 你和我那打 你给我一起打 等一下 我们可是将军府的人啊 可有屏障 屏障 什么屏障 胆子还蛮大的嘛 这敢冒充 我告诉你 今儿就算是将军府的人来了 也得看着小爷我的脸色 给我往死里打 我好好说嘛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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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两个一起打 什么人 什么人 上去 起来 你 是什么人 这货怎么跑这儿来了 样子装得不错的 你惹不起的 在这京城 我妇如还惹不起的人 还没有 你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要继续坑爹的话 请继续 要是不知道南宫耗的真是什么 我觉得 他确实装着一手 打断他的狗腿 没有去 想到这货还是个高手 飞起来 月黑 好你苏浅浅 竟然让老婆子如此天态 真是好手段 小姐 息怒 还不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等会你就去向老婆子请罪 这件事 一定得把我撇出去 小姐 老夫人今天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把奴婢打了个半死 这要是奴婢再去认罪 恐怕 恐怕奴婢这小命 景雅 现在老夫人应该已经知道 是你散播的谣言了 这一劫啊 你是躲不过去了 相信 奴婢自愿为小姐 肝脑涂地 但是奴婢就是不服气 宿家女医险矫正 你一定不能这么轻易放过她 苏大神 我的武艺如何 给你 给你点赞 点赞哦 那和储君瑶相比呢 那要不我给你安排安排 你俩比试比试 那还是算 你知道小爷我是谁吗 我家公子 我家公子可是当朝一品大员 傅海贵 傅大人的公子 你今天不自断双脚 走不出这里 哎呦喂 原来是一品大员的公子哥呀 好大的威风啊 我今天就站在这儿 那谁敢上 拜托你们长点脑子 这货是皇子 最强二代呀 小爷 武警通知了军政府的人 看他们嚣张多久 哎 那咱们也叫人吧 可以啊 要不然 说什么也不能输了面子呀 叫人 叫人 你来叫 我 反正我没养人 你们将军府那么多人 随便从军队那边拉一队人过来 把他们杀的片甲不留 你这牛吹得像啊 你怎么不说自己是天王老子呢 哎 你要开饭庄 对啊 可是我经济和实力不允许 那简单呀 钱我来出 厂子我来账 怎么样 那不行 这是我自己的事业 我可不想当你什么公子 饭庄还是你的 我出的钱呢 就当做饭钱 怎么样 合作愉快 怎么回事 原来是富商啊 张大人 他抢了我的黄金 还打了我的人 简直是目无王法 大人 大人 带走 是 怎么回事 原来是富商啊 张大人 他抢了我的黄金 还打了我的人 简直是目无王法 天子脚下竟敢惹是生非 是个没脑子 大人 大人 带走 是 放肆 身为京兆府少爷 你不分青红皂白 产上七下 你对得起这身官服吗 就在这儿成口舌制里 等本官将尔等拿下之后 并将你们严加审问 还不动手 张大人 我抵给你的玉佩 带了吗 这京兆府少爷不认得我 但皇家玉佩肯定认得我 没有 好像被我便宜倒掉了 你 我这是败给你了 你们先跟他们走 我去办酒瓶 你还做饱了 这个狗气最强二代 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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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楼 如果说 生命中是否会有一个人 当你第一眼看到他时 你已经知道 就是他 此刻我才明白 爱真的好简单 再深情 也抵不过一见钟情 多用心 也抵不过一见清醒 你没事吧 我的女人 别让他站 是 大将军 都是误会的大将军 大将军 大将军 我此刻的心 就像薛定恶的猫 甜蜜 又迷茫 看着那彩虹一样的男人走来 我又迅速踏进成巴布洛夫家的狗狗 异常兴奋 如果说 之前求爱是为了回家 那么现在 只有爱你 一颗心 交给你 我也不是不经话一致 只是让我爱上的 我需要时间 你还会害羞啊 你不是挺会的吗 那不是药镜上头 正常范围内的放飞自我 啊 你滚蛋处军摇 啊 啊 我一会儿还在学堂军阳 今天晚上你就 我知道 我会小心的 我会再麻烦你 我的意思是 我会让子萱 代本人护卫队给你 那也太高调了吧 会不会不好啊 那 我才是 将军 宫里传了太后娘娘苦遇 让您带着夫人入宫觐见 确实有段时间 没有进宫开往外祖母了 去 叫上夫人 是 外孙 拜见外祖母 外孙席 苏浅浅 拜见太后娘娘 干嘛 忘了跪了 给您磕头了 这孩子怎生心如此大理啊 快起来 快起来 浅浅 祝太后娘娘 一帆丰盛 二龙细珠 丹阳开泰四季发财 五福临门溜溜大顺 七星高涨 八面威风 九阴当头 十全十美 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岂不成老妖怪了 这孩子呀 我喜欢 和军阳一样 变外祖母 外祖母 外祖母 好好好 小娘娘 姐姐给你长脸了吧 咳咳 哟 溜得最快的浩子公子回来了 是浩 不是浩子 盈阳 你可别放飞自我 要是你不想死的话 放心 本公子怎会与一个小丫头一般见识呢 我先走了 那是有原因的 以我的身份在外面打打杀杀 那不失了体面 哇 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嗯 好公子 嗯 真这么大方 贱贱啊 你是太不了解本公子了 本公子视金钱为愤怒 当然 你在我心目中才是最重要的 打住吧你 真的 第一 我不叫贱贱 第二 我又不白要你的 我给你股份 啥是股份 以后再跟你说 我还要跟你商量商量 我的商业规划 我想让我们的饭店在全国遍地开花 这些东西你做主就好了 现在敢不敢先给我整一碗爱人销魂炒饭啊 我这不是受伤了吗 要不然你自己动手 这个也不错啊 这不是你吃的 郑君 老夫人说 重商夫人的谣言是静鸭传出来的 你说 静若怎么总是和浅浅故意不去 将军 您这可就是当局扯迷了 用夫人的话说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您说夫人和静若 无冤无仇 咋就这么被针对呢 其根本原因 就是将军您 您 还真是个香伯伯 是个女人看的 都像养两口 我说了就闭嘴 不是 将军 您对静若小姐也太包容了吧 这次造谣 您可一句重话都没说 夫人要是知道了 行李肯定不好说 小时候 和静若一起被人犯子拐走 是因为静若 可谓是对我有 有恩情 所以从那时候起 我去向他承认 静若替彼此来报答他 将军 恩情不是爱情啊 您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报答他 不要等伤了夫人的心 到时候才恍然大悟 那可就为时已晚了 你说 这好好放着的福不行 为什么偏偏要受那份累 你想个法子 劝劝他 别去开什么地方 将军 夫人可说了 到年关的时候 拿出两万两银子 资助军饷 将军刚才说 夫人你耳朵是不是有问题 我让你好好保护好夫人 还有饭庄的安全 滚 夫人 你可真是神了 您交给我的数字 我跟将军全都说了一遍 将军那就一个沉思啊 有如醍醐灌顶 还跟我说了一段 他的悲惨往事 真的 真的 快说说 将军说 难怪他会试试千九 原来还有这隐形的 只是这白莲花 揪着我老公不放可咋办 好 夫人 怎么了 我家小姐请您去一趟 去 黄屎王给气 不对 肯定没呀好心 好啊 这边请 这腿咋了 换身发条了 小姐 将军夫人到了 姐姐 这边 嫂嫂 快请坐 静雅 你先下去吧 我和嫂嫂说点私话 这阵调 莫非是红门燕 刀斧手埋伏在哪儿呢 嫂嫂 嫂嫂 别看什么呢 哦 你这房间装饰得很不错呀 非常的白莲花 什么意思啊 夸你呢 说你啊 像莲花一样的 结婉 嫂嫂真会夸人 这难道是 茶中有毒这招 来 尝尝这天山雪莲泡的养生茶 天山多远呀 骗鬼呀你 张小姐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我这人 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嫂嫂是爽快人 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静雅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静雅以茶代酒 给嫂嫂赔不试了 为了昨天晚上那事 小事 不至于 只要你以后别过分 我还是能看在你对我老公有恩情 是我不计较 还有那些谣言 都怪静雅之下无方 才让那些奴婢到处乱说 我和姨母已经教训过她了 还请嫂嫂大人大量 不要和她计较 原来刚才 是那只盗鸡被揍了呀 在你们古代当键盘下 真惨 什么意思啊 你如果因为这点小事 专程道歉的话 就不用了 我也累了 我先走了 我送送嫂嫂吧 不用 嫂嫂慢走啊 小姐 你在写什么 开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要客房屋 还要厨房屋 这么多人 要换多少银子 小姐你好专业啊 将军 证据确准 您可得为我们家小姐做主啊 怎么了 将军 证据确准 您可得为我们家小姐做主啊 怎么 俊耀哥哥 你先别生气 我想嫂嫂她也不是故意的 嫂嫂 只是那卵凤佩虽然不值钱 却也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 我本以为你是真心来看望我 可我没想到你 有趣 原来这才是后手 将军府的夫人 不可以做偷窃之事 我是去过她房间 但是我没偷她东西 嫂嫂 嫂嫂 我求求你还给我吧 只要你肯还给我 这个盒子里的贵重之物任你挑选 静如 先起来 交住 真是蠢的可以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是吧 你自己连明鞭是非的能力都没有 母亲赏赐我那么多金银珠宝 我用得着去偷吗 张静如 你说我拿你东西是吧 证据呢 监控录像拿出来看看啊 嫂嫂你先别生气 这乱凤佩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没主见的家伙 气死我了 夫人 外面可都在传呢 说你一掷千金买下了最火的铺子 说不定你也只是因为缺钱她 这么会分析 怎么不是你自己偷了你家小姐的玉佩啊 夫人 你怎么能去口喷人呢 奴婢从小就跟着我们家小姐 虽算不上驱功尽瘁 可也是清清白白的呀 静雅 你别说了 我自然是相信你的 静雅 话说回来 这斗鸡落的字 不会解了呀 你们怎么污蔑我都可以 反正 我就是个外人 我想要你是清白的 因为你是我的夫人 对 确实 凡事 要 要 要讲 政 也不能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 将军 要不 你去调查一下京城所有名贵的当务 看能否找到兰丰佩 是 菊被他们坐死了 这怎么办呀 看什么看 看你白莲花曲 这么陷入 还是罪了 将军 将军 人已带到 启禀大将军 周围已经找到 你 军天军地终于找到了 你拿去自己看看 你们太卑鄙了 用这种方式来诬陷我 我真的没有 你要相信我 俊阳哥哥 既然东西已经找到了 你就别怪他了 不要为了这小小的玉佩 伤了感情伤了和气 你看清楚 是我去当的玉佩 白日里来当播的人不少 你小的不记得吗 你怎么会不记得 是不是有人教你这样说的 小的不敢隐瞒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缺钱可以找我票 为什么要做如此卑励的行政 是他们冤枉我 你还信不信 你自己信 本殿下相信 怎么样 姐姐 我信 赶到吧 南光浩 这是我楚家的家事 你别吵 楚军阳 既然你不相信你的妻子的话 那你就干脆把她修了 我这个建议呢 对大家都有好处 别犹豫 别犹豫嘛 像这种鸡鸣狗盗的女人 有什么好留恋的 这事要传出去 那将军府不丢了颜面吗 南光浩 你闭嘴 我开玩笑的 楚军阳 那个店铺 可是我和钱建金手盘下的 你觉得可能差钱吗 那这账本 作何解释 那这就得问你了 我 我怎么知道 我拿我的玉佩去紧档 落款留的你证明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 是哪吼的 三殿下 你真会开玩笑 说实话 本殿下饶你不死 小人所言 继续属实 各位大人 可不能去打成招啊 真是不见棺材 我掉泪 进来吧 这鸿鸣 可是你清医院的先好 你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于川 你该交代就交代了 这些大人 我们得罪不起 为了小川 你可别糊涂呀 你快说呀 我说 这事跟红衣没关系 希望大人不要牵连他 来当不得人 是他 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我修了他不少好处 你别讯会犯人啊你 小姐 是他 都是他让我这么做的 我修了他不少好处 你别讯会犯人啊你 小姐 我平时带你不保 你为什么这么做 小姐 嫂嫂这么善良 你为什么要诬险他 挑拨我们的关系 你说 我 锦衍 你说是不是上一次 你造谣被罚 所以你怀恨在心 才这么做的 小姐 小姐我错了 小姐我错了 小姐 小姐我错了 你求我有什么用啊 不过我想嫂嫂这么善良 应该不会跟你一个 下人计较的 白莲花小姐 你可千万别用 道德绑架我 做错了事 该送官送官 该判罚探罚 这会儿你倒是成哑吧 说句话呀 嫂嫂教训的是 施金若管教不当 施金若在这儿 给你赔不试了 别来那些虚的 你刚才不是说 那盒子里的东西 随我挑吗 我觉得 那一整盒都挺好 不过是一些身外之物 只要嫂嫂高兴就好 我高兴不了 被狗骑在头上 拉屎拉尿 我怎么高兴 静若 既然你的人犯了错 本不该本将军来惩罚 可你伤的是本将军的夫人 不可无法 憋出来连事废话 小姐 军妖哥哥 你就不能网开一面吗 哎呀你放开 你弄疼我了 放开 放开 反正今天的事也弄明白了 你要没有什么其他的事的话 我就不奉陪了 对不起 什么 我说 今天的事 对不起 我当时一听到他们说你 我就气魂痛了 无所谓啊 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我只是觉得你们身为一个将军 如果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的话 会让很多无辜的人受伤害 我知道了 你下次回处 耐生耐气的 幻觉 你今天什么情况 怎么突然转性子 我问你 你与南宫号 到底是什么关系 合伙人 我不允许你与他做得太过接近 为什么不允许 不许就是不许 那你也太霸道了吧 钱是他拿给我开的饭馆 没有他的钱 我怎么开饭馆 我用脸开啊 你干嘛 为什么女人 比较容易原谅男人 我太愿意原谅女人啊 我军军 我军军 是她的 子萱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昨天那件事情 做得有点过分 凭将军的能力 处理这种事 还不是小事一桩 你才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当局正名呀 其实你是在意夫人的 就是因为在意 你才会迫切地想知道结果 就是因为在意 你才会被情绪冲破了头脑 就是因为在意 综上所述 以我多年在江湖的情感经验来看 你是喜欢上他吗 开什么玩笑 我绝对不可能喜欢他 他不仅长相一般 而且还邋遢懒惰 尤其是见钱也开根个财迷一样 浑身上下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连看头不想看他一眼 我还喜欢他 嗯 臭小 这什么表情 嗯 将军 不然跟你做了饭菜 快 来 啊 啊 这个是什么面 这个是 把心牛排 你别香烤土豆 奶油蒜香虾 将军 你说咱夫人厨艺如神也就算了 这些菜名 依然不中人难以想象啊 将军 这么多菜 你吃晚吧 文 咱们刚刚还对夫人不屑一顾呢 吃完眼就成了 我谁都说 文 哎好嘞 小姐 哈哈哈 姐 没事了 小姐 你不必多说 我心里都清楚 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 小姐 奴婢是小姐的人 小姐让奴婢做什么 奴婢就做什么 这次 要不是那个三殿下给他撑药 他哪是小姐的对手 我 我希望你每次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我希望你每次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这个男公号好像挺有意思的 小姐 她能对付苏浅浅 她能对付苏浅浅 那当然了 在苏家苏浅浅最怕了 有意思 有意思 她是小姐 她能够做什么 谁能够做什么 她也能够做什么 如果她能够做什么 能够做什么 她能够做什么 小姐 见过母亲大人 浅浅 坐 母亲 您找我来有什么吩咐呀 想你啦 听说 你开了个饭庄 糟了 活泼应该是不愿意 而媳妇泡头无面的吧 没事 你不必有太多顾虑 这咱们楚家的女人 那在以前是跟男人 一起在马背上 打过天下的 如今你才开个饭庄 又算得了什么 吓死我了 母亲 你可真是心胸宽广 高瞻远瞩 晴晴给你点赛 瞧你说的 我呢 就是想问问 你这开饭庄 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只是为了挣钱吗 就是为了挣钱 是这样的 在我们那儿啊 没钱什么都干不了 你就是去和西北风都找不着好位置 吃 搁 拉 撒 各行各业都需要钱 我就是穷怕了 在你们苏国公府 听众这么激烈吗 我还在古代了 当然了 我是这样想的 等钱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我就把它拿出来 救济百姓 然后资助军饷 用另一种方式 傍向祖国 当然了 这个嘛 也不是一张一席就能达成的 但是我觉得 只要坚持梦想 一直努力 那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太好了 有你这么高的觉悟 我就放心了 浅浅啊 以后遇到任何问题 有我们楚家为你做坚强的后盾 你就大胆前行 有您这句话呀 我可就放心多了 来 事情也谈完了 那我们就喝汤吧 太狠了吧 这么多 今晚可咋办呢 怎么了这是 目前 你这么关心我们 真是令人感动呀 你不这么昼耕夜昼 我怎么能早点抱上尊子呢 啊 不然 我这第一次都还没着落呀 我这是要逼死人的节奏 我 上来 好啊 没想到你一个女子 这么不坚持 地上太硬了 睡得不舒服 再说了 咱俩是登过季的 我是你 暗设法律保护 总是被一个女人调戏 将军很没有面子 暗设法律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苏浅浅 还真是有两下子 小姐 这苏浅浅上这么多人 白吃白喝一天 这得亏多少啊 这一时半会儿 回不了本吧 你错了 不得不说 这苏浅浅的厨艺 确实堪称一绝 今天只要大家吃过她做的菜 那以后她店里的生意 肯定是裁员滚滚 苏浅浅 这招可真是高明至极啊 这人 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小姐 接下来该怎么办 树大招风 必有纰漏 我们走着瞧吧 对了 对了 我让你去找苏家二小姐 办的事怎么样了 她答应了 好 让苏浅浅出来接我 客官 我们老婆 请不吝点赞 还不动手 给我走 出去出去 出去 都砸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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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砸了 这可都是我们的心血啊 没事儿 到时候让她赔三倍 真的剑 不 真是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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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你怎么来了 你这家伙是不是傻 知不知道这家店是谁家开的 殿下 该抓抓 该罚罚 等等 该赔赔 我拿个算盘啊 你算盘 来 拿下来 是 那人 小姐 有毛铁 下次 看起来还有个毛铁 小姐 今天一共接待了560人 共收入一千二百两银子 除去人工开支 竟赚了八百两银子 这也太厉害了吧 再加上赔偿的三千两银子 天哪 要是每一天都有人来打电就好了 想什么你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这笔生意 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赚钱 我想啊 等咱们之后稳定一点 在全国多开几家分店 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客人吃饭不用跑那么远 有一种回家吃饭的感觉 怎么样 这主意不错啊 要是通讯再好一点的话 还可以开展一些外卖业务 降维打击 真是毫无压力 来来来 喝口水 你可不能生病啊 你要是生病的话 那我们这个店就得关门歇业 关门歇业倒不至于 这点我早就想到了 我呢 会先教一些简单的菜给他 然后再培养一批特级的厨师 这样的话全国开花 那我是不是也算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了 好了 是 这个主意也不错 但是啊 就怕他们不遵你这个祖师爷 所以啊 得选一些品德好的人培养 应该还需要一些合同来保证我们的权益 这样也应该万目一事 你干嘛呢你 没用的东西 奴婢也没成想 那苏家二小九会这么蠢笨 没用的东西 有了 有了 这样吧 是 小姐 听说这老板呢 是大将军的妻子 这整天和别的男人混在一起 真是不舒服的 太不要脸了 是啊是啊 这种地方最好不要让自家男人来吃饭 免得被够了魂血 嗯 就是 老大妈 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老子 子萱 子萱 你这是搞哪个车啊 你这是搞哪个车啊 没事 我要去走哎 你脑子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 这俗话说 人生想要过得好 头上岂能不长草 宣机 将军 我这儿煞费苦心的凤狂暗事 你难道没 发现点什么吗 嗯 嗯 什么 将军 你要再不努力 夫人就要被三殿下抢走了 她抢不走 唉 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将军头上的草原 都可以放羊了 形容的可是会声会色 说 三殿下和将军夫人 那可是郎才女貌 恩恩爱爱 但是 大将军却日日独守 坤仿 没有 女孩 男孩 她也会是 很老板 她就可以回欺费 傷害她 我们al 我们网友 就这一件事 不如我 我们的爱情 愁 你 小心 这种事儿 一听就是谣言 以后不准在府里 胡说八道 奴婢哪有胡说 昨晚奴婢亲眼看到 三殿下送夫人回来 那清泥劲 真是修人得很 闭嘴 眼界也不一定为时 以后管好你们的嘴巴 是 夫人 将军有请 怎么了 好像是谣言的事 将军今天很生气 还磨了一个时辰的剑 将军每次磨剑 必有血流 我去吧 验执的小男生 真的很难哄呢 외本将军 沐浴更衣 我要不认识你 我还以为你是皇上呢 为本将军沐浴更衣 我要不认识你 我还以为你是皇上呢 你过分了 不对啊 这小眼神直勾勾的 不像是心事问罪啊 算了 先敷软 我们也要进 晓得 这就为将军更衣 呼冷呼热 心情漂泊不定 标准的小男生模式 男人脱衣服这事 姐姐还是第一次 这是要睡的节奏 不会是 这家伙喝多了 不过那个汤吧 真是神助攻 我想什么来生 睡了她 穿越回去就见不到她了 从起来的事业也成了一场空 可要是不回去 我都不知道我妈还能走多久 哎呀 好纠结呀 老夫人 要开战了 刚看到夫人 为这要去伺候将军沐浴 那动静可大了 这俩孩子终于开窍了 哎呀 怎么了 今天忘了让他们喝神仙汤了 哎呦 奴婢这就转的内去 快去快去快去 哎呀 好好好 哎呀 站在这个位置 真的好尴尬啊 你要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 你干嘛 你是本将军的女人 谁都不能碰 那你还记不记得 结婚那天晚上你说 说我是政治牺牲品 让我别吃心忘想 现在又说我是你的女人 到底哪句是真的 奴将军不管 你我既拜了她 那你就是奴将军的女人 谁都不能碰 那你也太霸道了 奴将军就是这么罢 奴婢 聆听着彼此的心跳 感受着爱情的滋味 其实恋爱 真的很简单 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还有对的人 爱就会滋生成紧 敏捷于心碎 我要脱单了 你们家小姐 我也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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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在我娘子的份上 饶了你这次 你们两个一起坐啊一起吃 在我这儿只有朋友没有尊卑坐呀 当你们坐就坐别跑 那咱们一起干一杯 我还没说完呢 喂啦 干干干 吃吃吃快吃快 吃快吃快 吃快吃快 两个没完没了 是吧 你为什么给我的女人减三 她是我合伙人 我给她家菜天经地义 不准吃她家的菜 好的 南宫浩 三殿下 你能不能自觉点 所谓男女有别 你就别在我的男神面前硬撩了 我很尴尬的 真乖 喝酒 好了 谢谢 女人啊 都没一个靠 这天下 唯有美食 不可辜负 姐姐 你家还有没有跟你一样的姑娘 可以介绍几个给我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上面有两个尖酸刻薄的姐姐 下面还有几个难缠的妹妹 你要喜欢全都介绍给你 嗯 不看行 那我安排 哈哈哈 啊 恭喜 来 先吃一份 嗯 来 我不吃了我 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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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这样就每天都回来接夫人 怎么今天连个夏儿都没拍了 没说 反正理得紧 你到时候陪我走两步呗 小姐 你今天兴致不高啊 离开家久了 我有一点想家了 那个冷冰冰的家 有什么好事 我说的是我真正的家 我可不想在这儿过生日 我怎么也忘了 小姐你今天过生日啊 怎么 你要送礼物啊 送啊 必须送 送你 你一句祝福 一点都不实际 我才不要呢 妈 我想你了 我到底该怎么办呀 你教教我好不好 好奇怪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啊 小姐 小姐 好 啊 啊 严家 生日快乐 以后你的每一个生日 我都会陪你一起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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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漫天的孔明灯 风的方向 是我对母亲的思念 靠着爱人的肩膀 向往行空 许下了我这一生的感觉 你看那边 静若拜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谢娘娘 静若 你在楚家待了这么久 可有成效 喂娘娘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楚君瑶已是掌重之物 可是谁想到 这半路杀出个苏浅浅 现在楚君瑶 一门心思都是她 根本对我没有半点情谊 静若 本宫对你实在太失望 家族培养你这么久 连个小女人都对付不了 天见皇帝 对朝廷的掌控越来越大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如果连这件事都办不好 后果你清楚 这女知错了 这女一定竭尽全力办好此事 我累了 你自己好好反省 你一定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 吃这些菜我肚子疼 这些菜里是下毒了吧 我也肚子疼 老板娘你下了什么毒 哎呀快快快快快快 莎人啊 你去 倩倩你没事吧伤到哪了 没事 疼疼疼 啊 疼疼疼 你又突然使劲 多疼了吧 不这样的话你会更惨 好像是 谢谢相哥 都怪我没有照顾好你 你放心 凡是伤害你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你四个人想什么错 一旦就是冲你来的 你最近有抵辑什么人 没有吧 我哪敢得罪什么人 会不会是饭店的生意太好了 他们嫉妒 所以故意找人来捣乱呢 一旦 将军 将军 那些人嘴巴硬的喊 死都不肯说 最后要说自尽了 死尸 看来 并不是同行警征 这件事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将军 不会是说咱们来的吧 那会不会是敲山正虎 怕怕就抱 那这两天 你就先好好休息 哪都不要去 我先去给你熬一点 转过得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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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情 将军 你还不知道呢 外面可都传开了 说有间饭庄做的饭菜不干净 客人吃坏了肚子要去找长辉的评理 结果还被抓进了大牢 现在生死还不及呢 九尔哥哥 静如 我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 我希望你可以适可而言 我不希望有人伤害他 俊耀哥哥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吗 大将军 没有证据的话 您怎么能这么说我家小姐 俊耀哥哥 你我相识数年 难道还比不过你们两个的数日之欢 静如 我们已经不可能了 这将军府 也不适合你居住 你这是在赶我走吗 俊耀哥哥 你怎么能对我如此无情 我知道你心里有他 可是 我只是想 静静地在你旁边看着你就好 难道连这点心愿你都不能满足我吗 俊耀哥哥 我知道 你从小就认定了我 而我也认定了你 如果 此生我不能陪在你身边 那我还不如 小姐 俊耀 你的救命之恩我不会忘 你好自美之 俊耀哥哥 小姐 将军对小姐如此绝情 小姐 您不能再对她仁慈了 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 你随机应变 明白了娘娘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大将军夫人苏氏 厨艺高超 特赵入宫 负责太后娘娘一日三餐 着 即日入宫 不得有物 亲此 吾皇万岁万岁 万万岁 楚夫人 好好准备一下 我们就动身吧 正好有一段时间 没有进光看外祖母 这次 我陪你一起去 好啊 好啊 陛下 大喜 大喜啊 何事如此开心呢 太后今日胃口极佳 非但将楚夫人做的菜肴吃了个精光 这饭后啊 还带着楚夫人在御花园溜了一圈呢 这精神头啊 可比往日好太多了呢 看来这楚夫人可深得太后娘娘喜欢啊 没想到这国公府的女儿还有如此本事 你指 大将军夫人苏氏 伺候太后有功 特封为 武丰公主 遵旨 小姐 您现在贵为公主 您以前有个丫鬟香儿 是被二小姐手下害死的 奴婢恳请小姐 能否帮她报仇 我知道 但是咱们也得找个合适的机会 放心吧 我自由打算 是该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二小姐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这个好看 给我帮回家 来 来 小银子 这个好看吗 小姐 你喜欢这种款式啊 不过好看是好看 可是这银色呀 走 配不上苏神妮的气质呀 对 那就得是黄金的色 是是是 哪里来搭猫啊狗 就能对好玉轩的饰品 评头论足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 怎么 我看起来没有地位 小姐 咱确实是太低调了 以我们现在的地位 何必跟这种眼界狭隘的婆娘一般见识 走吧燕燕 你这小贱人 竟敢嘲讽笨小姐 来人 给我张嘴 好大的狗胆 我是公主 是你们能冒犯的 啊 哈哈哈哈哈哈 苏贤浅 你是疯了吧 连公主都敢假冒 上次在酒馆有皇子再没揍你 我看今天谁来救你 把本小姐的话到耳旁疯了吗 还不动手 燕燕 她 吹吹啊 你个小贱人竟敢打我 给我打死她 没啥 各位相亲父老 今天啊 不得不让你们见识我另一种能力 超能力 今天在场所有人 凡是帮我教训这个婆娘的 那一拳 就是一两银子呀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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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是国公府的二小姐 你敢打我 打我 别我放过你 快去叫我去 走 怎么样 怎么样 姐姐嘛 这也气呀 小姐 这可把咱们十几年兽的气全发回去 爹 快去吧 不啥 我都要看 谁在京城敢欺负我苏家的人 倩倩 爹 倩 快开 快 什么呀 是哪个混账东西 把你打成这样 倩倩 是 是苏小姐那个毛帮剑人 他居然敢 打我 倩倩 我现在的落竹 打断你的腿 倩倩 你是不是 说错了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可知道倩倩 现在不但深得太后娘娘的喜爱 更被皇上钦分为五分公主 你这个孽障 有倩倩一半就好了 而你们这些没眼力劲的 还三分五次的去欺负倩倩 我早就可惩罚你们了 但是我一想啊 我经历一番寒扯苦 哪得梅花铺鼻香呢 嘿嘿嘿嘿 所以我一人再人 看把尖倩培养得这么优秀 哈哈哈哈 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你们都记下来了吧 记下了 就这么传出去 越精彩越好 公公爷放心 走 都走 苏国公此来 老身有事远迎 还望海寒 长公主说的是哪里话呀 你我两家本是倾家 要不是我公务繁忙 我早就应该来走动走动了 嘿嘿嘿 国公啊 这坊间传闻 你为了培养浅浅 可没少费这心思啊 你不但将其安置在破漏的偏房 甚至你的下人 还可以对其随意的羞辱 你娘 真是严妇般的铁石心肠啊 哈哈哈哈 哪里哪里 哪比得上长公主啊 教导出俊瑶这出类拔萃的旷世匠才 哈哈哈哈 是啊 天下哪有不爱子女的父母啊 您说是吧 哈哈哈哈 听听听听的 众多子女中 浅浅最是懂事了 最了解为父 也不我为父的良苦用心啊 父亲的良苦用心 浅浅非常敢 不敢忘却呀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 父亲曾跟我说过 待到我出嫁的时候 会给我陪嫁 良田百亩 黄金万两 不比三千 稍等 稍等 冬珠十二颗 珍珠三十颗 白玉三霞 香菲竹善一个 够了 朱姐姐 你别太过分了 这位是 哈哈哈哈 小女 韩爷 哟 哟 苏伯公家 竟然 还有 这么不懂礼貌的千金呀 竟然在长辈面前 大呼小叫的 为你姐姐下跪道歉 爹 跪下 爹爹 爹爹 父亲 不要为这种小事动怒吗 看看 这才是大家小姐的风范 好歇着点 那父亲啊 我这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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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按照你的心意 全都给你博上 那这个 可得收好了 好好好 这事啊 就这么定了 老生啊 现在就去向皇上如实禀报 就说 苏国公 父母情深 叫你有方 这画面 真是感天动地啊 好好好 那就感谢赵公主 不客气 女儿还想跟您要一个人 谁 刀 有 蛇 爹不行 女儿 够有何是吗 父亲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出走 啊 啊 我死你呢 打 打 打他 打 打他 打他 吃劲 我自己打 打 吃劲啊 打 外祖母 以后您可以每样都少吃一点 保证营养的均衡 再加上我教您的老年健身操 您的身体啊 就会越来越好 好好好 有你天天陪着哀家 哀家这身体啊 越来越好啦 外祖母 外祖母 你怎么了 外祖母 太后 外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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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玉姨 快去叫玉姨 是 小话快去比方皇上 外祖母 是 外祖母 是 外祖母 怎么办 来笑紊乱 内气翻腾 太后娘娘 这是中了剧毒啊 那你快解毒啊 微臣无能 不知所中何毒 不晓得从何着手啊 那怎么办啊 洗胃 对啊 洗胃啊 你们快去拿水 盐 灶脚 还有强力的歇药 快去 还不快去 去呀 除了是我担着 是 阳 相公你干嘛呀 这件事跟你根本就没有关系 你这是什么话 你是我储君尤的女人 天塌下来 我扛着 外祖母要是真有什么事 我都担着 你可千万别牵扯进来 楚家根本就担不起 傻瓜 你的所作所为都代表了楚家 楚家又怎能置身事外 此番嫁祸给你 必定是冲着楚家来的 这里太黑了 我好想回家 别怕 华华 华华 你做事 不愿意 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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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阵之意 苏氏谋害太后 大入天牢 只夺楚军咬大将军封号 收回兵权 打入天牢 挺好乏落 你当着本殿下的面书要结天牢 那殿下你有更好的办法是吗 那是什么地方 天牢 守卫森严根本结不动 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调查真凶了 如果实在不行 那本殿下亲自向父皇求情担保 说他们谋法 我是一百个不相信 如此有记忆和胸怀的人 一定是悲天敏人的人 怎么可能会谋反呢 天不生苏浅浅 除戒万古如长夜 我都好几天没有吃到美味了 要不 你去天牢打点一下呗 咱好歹去探探间 送点吃的什么的 那天牢里的酷刑 我家小姐生得细皮嫩肉的 她肯定受不了 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我这就去打点 把子萱带上 走 consists of a Christian 你整个好恐怖啊 苏姐一定说我会多哭 苏浅浅呢 男的号 来啊 一起瞎 老婆 下车快点 快点 老公好 你想办法 让我去公室里面 大哥 这可是天牢啊 你出不去的 我父皇更不可能来 这发法行不通 行不通也得行不通 我不管 你去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我的天 怎么一到关键时刻 就让我扛起这种担子 又不是 我现在就就好 肯定了 你又是这种手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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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夹袋 我现在都能抑袋 你现在祖宅 我现在来的 我现在在祖宅 那我去求你 陆平有人 父王参见皇上 皇上 人请他绝对不可能下毒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经常附在你书房 做到了你童笛卖国的证据 童笛卖国 皇上 出家对皇上试胆忠诚 军务而心 是微臣有所输 才被奸人有机可乘 请皇上明察 皇上 君瑶可是您的一把利剑 一定是有人想要斩掉这把剑 以撤走您 您可一定要当心 保护好自己 好聪明的丫头啊 如果 这一点你就不用担心了 您是我们的舅舅 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 自然要关心一家人 楚家 苏家 都是朕的心腹 但是现在 出了这档子事 朕 只相信证据 谁知 最不可信的 这是皇家自己人 父皇 您这么说可就炸我的心了 臭小子 刚才 是谁要打晕阵的 父皇 您肯定是听错了 这样吧 你们商量一下 这次 一定得有人死 好 就不能 两个人都不死 这次 一定得有人死 就不能两个人都不死吗 不到最后关头 我肯定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的 但是如果非要我选 你希望他活着 就这么定了 皇上 天强可无侦拦 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均无戏言 还不走 父皇 父皇 你怎么这么想 你死了 我就会死 没关系啊 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 开挂的这么多日 也值了 你可一定要好好活着 世间美女千千万 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把我忘 你乱说 世间忘 都不尽你意思以后 遇见你 真是快关了我所有的遇见 任务限定的日子越来越近 心里不但没有了洒脱 反而多了些程序 本以为可以适当的 然而真正面对的说 心里却是我们的快者 而不是 没关系 前面对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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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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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多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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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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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